今天早晨我们要宣读上帝的话 是在《菲律比书》第三章第四到第十一节 《菲律比书》第三章第四到第十一节 如果有人以为他可以依靠外表的礼仪 我更可以这样做 我出生满一星期就受隔离 我生来就是以色列人 属于汴雅民之主 是血通纯粹的西伯来人 就遵守犹太教规这一点说 我属于法律三派 就热心说我曾经迫害过教会 所以如果遵守摩西法律 就算是义的话 我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 然而从前我认为友谊的那一切 现在为了基督的缘故都当作亏损的 不这样做 我更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宝贵 把万事都当作亏损的 我要赢得基督 完全跟他接连 我把一切都当作垃圾丢弃了 我不再有那种因遵守法律而有的意 我现在有的意 是因信基督而有的 是上帝所赐的 是以信为根据的 我只渴望认识基督 体验他的复活的能力 跟他一同受苦 并且经历他的死 希望我自己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愿主是否给他自己的话 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罪业 能够得到赦免 我们本来应该死的 我们已经出死入生 让我们能够得到 新生的生命 永生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重生 能够作为上帝的儿女 感谢主你给我们 有一个很好的出生 每一个人都生在 你要我们生长的家庭 不管这个家庭是富有的 中等的 贫穷的 可是你都赏识 给我们这个家庭的环境 让我们在这个家里生长 让我们在童年的经验 甚至于长成少年的经验 都帮助了我们 让我们今天能够 归一到主的名下 能够接受主 可是主今天 当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 无认我们的出生如何 我们都把这一切 当作亏损的 以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 求主进到我们的里面 求主的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的人生都跟随你 一生跟随你到底 求主在前面指引我们的道路 我们不会迷失方向 求主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走起 一直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 就走到天父的面前 主啊 如果我们今天早晨进入这圣殿 有任何人有忧伤 痛苦 困难 中担的 都求主一一的来帮助我们 主啊 我们是软弱的 你是刚强的 求主的刚强进到我们里面 来改变我们 让我们今天是一个奉献的机会 今天是一个预主接近的机会 我们这样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 人怎样做一个基督徒 做基督徒就要 减去自己 没有自己 加上基督 让耶稣基督进到我的里面 这就是基督徒 人 无人有多少财富 多生的学问 多高的地位 甚至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 人有的时候都会感觉到空虚 感觉到苦闷 感觉到他缺少了一点什么 我们不禁要问 他所缺少的到底是什么 在这世界上 如果是有金钱 有地位 有学问 到底还要求些什么呢 如果跟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妻子 儿女 他还缺什么 可是偏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常常感觉到非常的苦闷 缺少了一些东西 我要告诉你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这个人是怎么样 都会感觉到有缺少的 首先他感觉到空虚 感觉到人生的没有意义 到底他所有的财富 学问 地位 家庭 所能够给他的是什么 这些都好 可是我们人常常就是在成功的最高峰 就会感觉到 我非常的空虚 非常的难过 假如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 也就是在你最成功的一山 在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特别的空虚 好像思维的人 虽然是人山人海的来庆活你 来工作你 可是你在这个时候 特别感觉到空虚 你会问自己说 这种成功到底带给你什么 也许是更好的名誉 也许是更多的钱财 可是这些名誉跟钱财 到底给你的是什么 当我们在重新个工作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感觉到 这些工作能够带给你生命的意义 能够带给你活力 可是到底得到以后 你不仅要想 你到底这些事情对你有什么关系 对你有什么意义 尽管我们常常感觉到 我只是这个机器中间的一个螺丝钉 只要在我的这个部门 尽上了我的责任 我已经是尽职了 可是当你正在想一想的时候 你这个螺丝钉到底又做了些什么贡献呢 空虚 没有意义 不只是那些做很骑马的工作 或者是赚很少的钱 那个职务会感觉到空虚跟没有意义 甚至很多钱财 很高的地位 或者是真是因为有很多的钱财 很高的地位 很深的学问 反而感觉到更加的空虚 更加的没有意义 这恐怕是今天 每一个人所共同感觉到的 除了空虚跟没有意义以外 我们近代的人 以及所有的人 都有同样的一个恐惧 这个恐惧是感觉到 我所犯的罪 不是我们传道人 一开口就要讲到罪 因为这个罪在我们生活上是真的 这不是讲讲而已的 在我一生中间 不晓得做了多少错误的事情 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都去做了 而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今天已经没有机会去求人 饶恕跟原谅 这个人我再也找不到了 可是这些我做错的事情怎么办 永远在我的脑海中间 我一直不能够得到平安 当我不去管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都可以不管 可是我静下来思想的时候 我到底怎么办 除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做了以外 还有许多应该做的事情 我没有去做 我的内心中间的不断的冲突 我明明晓得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去做 明明知道应该做的事情 我没有去做 这就好像像在打靶一样的 我在实弹打靶的时候 我是瞄准的红星 我应该每一枪都中红星的 可是我的枪打出来的时候 偏偏子弹没有打到红星 没有打到红星的时候 就是不中 在你我生活中间 有多少的事情 我们都没有打中 这些没有打中的 包括许许多都 我不应该做的事情 还加着许多明知故犯的事情 到底怎么办 只要我安静下来 想一想的时候 心里就觉得难过恐惧 这许多的事情 只要有一件事情 给人家罚觉了 我就不能够做人 许多的事情中间 有一件事情 给人家告罚的时候 也许我今天会在监牢里面 怎么办 而更加悲哀的是 我常常感觉到 难道像我这样一个人 这些事情还不能够控制吗 我一定能够管理我自己 可是我刚刚说好 我要管理我自己的时候 我的手就不听我脑子的决定 去做了 我的脚就不能够听 我自己的决定 走到不应该走的地方 为什么我每次都感觉到 我能够控制我自己 而最后做出来的时候 我又不能够控制我自己呢 人的悲哀 人家如靠着自己的话 我永远不能够逃出 这种悲哀 这种恐惧 除此以外 我们人最最恐惧的老实说 就是死 我们中国人实在怕死 怕死到一个程度 连死这个字都不愿意提 可是这是一个事实 人有许多的经验 不一定是跟别人一样 可是只有死这个经验 是人人相同的 总有一天 我要走到死的道路 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想过 假如我活在世上 可以有多少天 那么我生出来的第一天 已经是那多少天 减去一天了 我在世界上 做了一天的人 已经比开始的时候 近了一天死亡的道路 这是人人都避免不了的 可是人人都避免不了的 而人人又害怕恐惧 为什么恐惧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 有死的经验 真正死过去的人 没有一个活在世上 你生某一个很痛苦病的时候 你总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人 曾经生过这个病 结果你看见这个人还活着 这个人就可以安慰你说 虽然痛苦 可是我已经从痛苦中间过来了 可是没有一个死过的人 可以活过来告诉我死的味道是什么 也为其如此 让我们每一个人更加害怕死亡 其实我们害怕的不只是死 是死后的一切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中间 有的种种的说法 假如不信这些事情是对的时候怎么办 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 恐怕我们中国人比任何一国人 关于死后一切的传说来得多 让我们恐惧 万一这一切都真是我要生力其境的时候 又是如何 我们很多年纪轻的人说 我不信这一套 对 你可以不信这一套 因为 食不甘计 没有跟你亲身发生关系 如果这些事情跟你亲身发生关系的时候 你整个的看法就不同了 我认识一个人 过去是篮球的国手 后来他生病了 病得非常的厉害 一直到死的 以前的这些时候 真是骨瘦如柴 不能够想象他过去是篮球的国手 可是他的那些朋友都是非常健康的 一些打篮球的名将 一直等到他死的时候 这些人都来看他 我跟这些又强健又壮大的这些国手们 一起送他到殡仪馆 后来这些很年轻的很健康的人 出去去买了一些紫钱来烧 我就问他们说 你真的相信这些事情吗 他们说信是不信啊 可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那么做的 尽管那些人是又年轻又健康 可是当他朋友死的时候 不禁要想到 也许我们长辈们所说的话是对的 假如要经过这一切的时候 又怎么办 恐惧 人生的空虚跟没有意义 我人的犯罪 而且我不能够控制自己 永远去犯罪 还有死跟死后的一切 这三种中间的任何一种 已经可以让我受不了了 如果这三种加在一起的时候 到底怎么办 人凭着自己 如果没有基督的话 就凭着自己去唱的话 这些恐惧 苦闷 永远在我的前面 我到底怎么办 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 是来拯救我们的 我们这些人凭着自己 不能够解脱这些人生中间的悲剧 可是假如我们的人生中间加了基督 我们刚才所说的恐惧 可以迎人而解 一个一个的可以解决 让我们从最后的一个说起 刚才所说的死亡跟死后的一切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已经是与耶稣基督同死 当我相信主的时候 我已经是不再是我自己 把我自己剪掉了 可是加了基督在我的里面 因为我在相信主的时候 我已经说主啊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我愿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 所以我已经死过了 人只能够死一次 死后的一切 我们相信信子的人 有永生 我们已经走在耶稣基督道路上的 可以一直走到天父的怀里 死后的一切怎么样 刚才所说的一切的恐惧都没有 我走在耶稣道路上的 生命就是耶稣 复活就是耶稣 我相信耶稣的就走到 耶稣为我预备的天父家里的房子 我进到那里去享受那永生的福气 果然永生的福气不是死后才有 在我活着的时候已经有 可是当我走完这人生道路的时候 走到天父那里 这是我们真正的信仰 也只为这个缘故 所以信基督的人跟不信基督的人 对死的看法就完全两样 我们对死的看法就好像从这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那么样的简单 我们深深的相信在主的里面 我们会再相会的 当我没有我自己 加上我基督以后 我的基督以后 我再也不怕死亡 再也不怕死后的一切 至于我所犯的罪呢 耶稣基督定在十字架上 就是要赦免我的罪 耶稣基督定在十字架上 就是要代替我 本来是应该我死的 现在基督代我死 圣经上告诉我们 一人寄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既然我在基督里面死 我就在基督里面活 既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 就能够洗清我的罪 那么我所有一切的肮脏 误会都洗清了 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假如我们承认自己的罪 主要洗清我们的罪 也让我们一切的不义 完全洗净 我们在主的面前是清洁的 不但是我所犯的罪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 都能够洗清 而且连这个罪的感觉都没有 对的 我是做了错的事情 说不定我做了错的事情 还要受罪的后果 可是我的内心中间 因为耶稣基督的老数 所以我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到 上帝的面前 因为我已经在主的面前悔改 重新做人 不再是个犯罪的旧人 肮脏误会的旧人 是一个在基督里的新造的人 至于我自己将来道路 能够不能够控制自己 我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 只求主的圣灵进到我们里面 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如果主随时提醒我的话 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话 我们的脚会不走到 罪我的道路上去 我们的手会不做这些 不应该做的事情 但我没有自己 接受基督在我里面来的时候 我更是感觉到 我的所有的生命是充实的 因为在那个时候 已经有基督充满在我的里面 我已经把我自己完全去掉 我的内心中间是空的 我承认我的空虚 我让主的圣灵完全充满在我的里面 我再也不空虚 因为主在我的里面 我再也没有感觉到 所做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基督徒是应该 为主而活 为主而死 尽管我所做的事情 还是那个跟从前的一样 没有改变 可是我却从今以后是 为主而做 我深深地明白 我来是从主那里而来 我去是回到主的面前 我中间这一段时候 是主要我活在这世界上 不管是多短多展示 是长寿或者是夭折 都没有关系 我这一切都是为主而活 只求主的旨意成全 在我的身上 如果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就感觉到 一点都不空虚 不但是不空虚 反而是非常的充实 因为圣灵在我里面 我的人生过得非常有意义 我是为主而活 这位主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也是历史的主宰 因此 当我们没有自己 让基督进到 我的里面来的时候 让我的人生中间 加了基督以后 我这个人就有无穷的发展 我本来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 当基督进到我的里面 就有基督的爱心来爱别人 我本来没有信心 不知道怎么样在世界上过活 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 可是当主进到我里面来的时候 我就有主的能力 主的智慧 只要是真正没有我自己 而是完全让主进到我的里面来 那么主就能够无穷的发展 无穷的力量在我的身上 能够发挥出来 保罗讲规矩很有意义的话 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 我什么时候刚强 这句话什么解释 软弱的时候怎么会是刚强呢 我什么时候软弱 就知道不是凭着我自己的力量 来做事情 我知道我软弱 让主的力量进到我的里面 在这个时候 就是我最刚强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自己 完全让基督的力量 在我里面发挥 所以我就变了刚强了 老实说 假如我们没有基督的话 我们所过的生活 好像是一个一个的零 一个一个的鸭蛋 每做一件事情 自己感觉的很了不起的 其实只是一个零分 一个圈 两个圈 三个圈 四个圈 尽管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这些都是圈 都是零分 可是当基督进到我的里面来 基督就是一 一加了一个圈的时候 就是十两个圈的时候 就一百三个圈的时候 就一千四个圈的时候 就一万 有了基督以后 我所做一切的事情 都是成为有意义的了 就是帮助我们 这就是基督徒 基督徒 就是一个人 如果没有基督的话 我们都是零 可是当我们一个个人 加入基督 加了基督的话 我们就有无穷的发展 所有一起的恐惧 忧虑都没有了 当基督进到我的里面 我就充满着基督的能力 跟智慧 来做 他所教给我做的工作 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的主基督 在安静的时候 求你进到我们 每一位的里面 有许多的时候 我们也感觉到 空虚没有意义 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惧怕着 自己所犯的罪 跟罪的结果 许多的时候 我们也惧怕 死亡跟死后的一切 求主帮助我们 求你进到我们里面 来安慰我们 改变我们 让我们从此以后 知道罪已经得到赦免 知道我们已经得到 永生的生命 再不怕死亡 知道我们是 有基督在里面 人生非常充实 再不空虚 是有意义的 能够为主而活 让我们今天 许多的基督徒 都能有这种领悟 到主的面前 再度的得到基督 让基督 住在我们的里面 跟求主帮主 写正在目道的 今天早晨愿意 决志相信耶稣 舍弃自己 让基督活在他们的心里 靠耶稣的名 祈求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